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林也发表了一些施政的遇词 除了国会内的一些议题之外 穿着这件事情现在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事 马来西亚前锋报就点名了多位的国会议员 在今天的这一个国会的开幕礼上没有穿官服 他们就认为这样的做法对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是不尽的 马来西亚前锋报也点出了几名的议员 就包括了行动党假动国会议员林立盈 交来国会议员陈国伟还有沙巴利新党 更地咬国会议员杰菲里吉丁案 其实我看到网络版的前锋报 他们发表了一份是看起来相对比较主观的一个报道 它里面就附上了两张照片 就显示说林立盈她就身穿黑色西装大衣 就夹在一群身穿官服的国会议员当中 那篇报道里面就调侃了这几名议员 他就这么写了 幸亏他们可以受到辩识 不然的话可能人家以为他们是记者或者是部长的官员 当然这并不是新鲜事 因为第十三届国会第三次会议就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 这是他们报道里面写的 而且他们继续写 当时他们似乎抗议政府 但他们当中一些人已是执政党的一部分 他们抗议什么呢 所有国会议员最好是身穿官服来显尊重国家元首 那林丽莹又怎么说呢 他随后在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脸书专页就写了一篇文章 他就抗议前锋报只是选择性的点名三个人 他说其实没有穿官服的何止这三人呢 前锋报没有点出的还包括了一党的主席 也就是马江国会议员哈迪阿旺 还有巫统话旺生的国会议员东姑拉沙里 以及玲珑国会议员三苏安努亚 他们三个人都是没有穿官服的 所以他说他是非常质疑这一个报章报道的动机 他随后呢接受当今大马的访问的时候也解释 他说是因为他的官服损坏了 没有办法及时修复 所以他才被迫穿着西装大衣出席的 林丽莹呢也张贴了一张照片 显示了自己上一次呢在国会开幕里的时候 是有穿官服的 他也回击前锋报说不懂如何啊 就是在这个西蒙政权下的新马来西亚 就是欢庆这个种族的和谐 说句公道话林丽莹她没有说谎 她确实之前呢是有穿官服出席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关注点呢 应该是在于这个部分 你看这个前锋报她怎么说呢 我刚才提到说 他们在抗议什么呢 这是前锋报的一个疑问 所以我们总觉得说好像穿不穿官服 好像讨论的意义也不太大 不过呢如果让有心人来炒作的话 他可能会变成一个煽动性很强的一个议题了 其实在过去呢 曾经有民主行动党的这个文打烟 这边区州议员叫魏宗贤啊 他在出席柔佛州第十二届立法议会的 第一期会议的时候呢 这个开幕里啊 他就因为没有穿官服 被请离这个议会厅 当时呢 柔州苏丹在古来申格为宪的这个典礼上呢 是大发雷霆的 而且他规定 以后出席苏丹的点庆或者场合呢 就必须穿戴送骨 那至于魏宗贤 他坚持不穿这个不戴的理由呢 是基于原则 那这什么原则呢 他没说清楚 但是这样子呢 就引起很多的揣测了 我们来看看一下 如果在一般特定的一些局势之下 比如说当权者呢 他可能要实施同化政策 那么你拒绝穿一些 可能看起来像种族政策的一些官服呢 可能你还说的过去 但是马来西亚已经独立了超过六十多年了 种族之间的关系呢 是相对比较好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要入乡随俗嘛 再加上特定的场合 你一定有特定的这些服装规定啊 那比如说像在马来西亚 在国会里面 穿官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下 林继强呢 他在去年呢 西蒙当政府后的第一次出席国会开幕礼时呢 他自己也穿上了这个官服 戴上双购 然后他自己说了一句话 西蒙是执政党 穿官服呢 是必要的做法 当时呢 影片中确实看到林丽颖是有穿官服的 但是我想强调的就是 今天谈这个新闻呢 并不是说林丽颖或其他人 拒绝穿官服 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想说的 今天作为这个执政政府呢 必须很清楚知道这些敏感的这些问题 因为官服本身 如果是华人 他不穿的话 如果有心人炒作 他变成一个很严重的话题 大家怎么看 想想看 有足同胞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在拒绝他们的文化 嗯 OK 当然呢 我觉得说关于这件事情呢 似乎大家都有不同的立场 跟不同的看法 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 你自己本身怎么看 你会觉得说 因为西蒙呢 就是执政党了 所以呢 穿官服 其实是一个必须的礼仪吗 可以把你的一些想法 跟意见 WhatsApp到 CityPlus幽默报热线 0182-106-106 谢谢你的收听 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也谢谢景佳 谢谢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